粉饼是彩妆爱好者必备化妆品之一 当我们打开粉饼盒 不禁好奇 那些拥有缤纷色彩 多样款式的化妆粉饼 是如何制作生产的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为您呈现 粉饼相关制作过程 粉饼是由多种粉体原料 华石粉、珍珠粉、各类色粉与矿物质等等 以及高体状作为粘结剂 混合压制而成的美容制品 那么多原料组成的产品 一定要经过严格把关 符合严格的重金属与维生物检验标准 才能让产品消费者安心 合格的原料经过检验后 再进行相关分类与调料工作 将调制好的粉体及高体原料 全数倒入搅拌机内 进行混合搅拌 接下来将搅拌好的粉状体取出 倒入粉碎机台内 机器会将颗粒大的粉状体 再进行粉碎动作 下一步将粉碎完成后的半成品粉末 拿到重要的主角机器 压粉机台 进行铝米压粉动作 我们称呼的铝米 有着各式各样的形状 也就是震入粉饼的容器 我们将半成品粉末倒入压粉机内 高机密压粉机将进行铝米压粉动作 首先机器将铝米导入后 会使用高科技视觉辨识系统 剔除不良铝米 并以模组化高机密模具 压制及组合粉块 精确无缝地将多色粉块结合成一体 这台高科技压粉机可按照客户不同需求 一次能压制六种颜色色粉 并可针对客户的需求客制化 依粉饼样式开模 粉饼完成后 在进行人工检查后 进行下一步组装作业 随着产品的精致化 与客户对产线品质要求的提高 台聚集团与工研院合作导入开发 将自动组装机 建制成高阶自动化产品生产线 首先将选好的粉饼外盒模具 排列在机组传出线上 再放置粉饼于机器内 机器会先将粉饼盒内点胶 再借由自动化机械手臂将粉饼放入盒中 自动化设备将贴标、点胶、组装粉粒、吸尘及安装毛刷等制成 取代原本人工生产作业 改善产现人力交叉污染的疑虑 对于生产效率统计 机器手臂鸭粉每日可生产3456组粉饼 而人工鸭粉则为每日生产480组粉饼 排居各类美妆产品 从静原物料到制成方面 每个关卡都把持着品质第一的要求 可让消费者安心的美妆产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